赵汉难得出来一趟 带着柳如是在雨花台附近赚优 柳如是半个月前入宫 跟费如梅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仪式 传统六礼照旧 但迎亲不用皇帝出面 第二日去拜见皇后便可 行至一处 发现有许多时刻 一看便是哪位官患的坟墓 赵汉笑道 这墓倒是修得阔气 柳如是一步来到神道碑前 仔细辨认说 这是明初票齐将军 都督千世礼节之墓 碑文由宋前夕 宋连 奉明太祖之命而写 赵汉走进端详 点评道 端庄沉吻 却为墓至名之书法上品 柳如是让人随身带着行头 拿出专业装备 亲自将碑文踏印下来 他笑着说 宋前夕的楷书 有清丽婉约 端庄沉吻两种风格 碑文字要写得沉吻一些 赵汉就在旁边看着 宋连的传世碑文不少 他觉得没必要踏印目至名 倒是内城之外的紫金山 可以兴建一个天文台 如今南京的两座观星台 一个在羽花台 一个在鸡明山 都离闹事太近了 正好趁着已经废弃 重新选址修建 紫金山是一个观星的好地方 柳如是拓好碑文 陪着赵汉继续闲逛 这附近的几个山岗 到处是乱七八糟的碑 还有一些用于歇脚赏景的凉亭 赵汉甚至看到一座太监之碑 是南京司里兼太监联合树立 几百年后可能是文物 现在却屁用没有 就刻了几十个太监的名字而已 柳如是则心情愉悦 到处逛逛看看 见到名人碑文就踏印 完事之后说 国葬书法 近年在南京颇受追捧 其中一种写法又称废体 相传受夫君启发而创制 此言属实否 哈哈哈哈 赵汉大笑 确实跟我有些关系 赵汉刚穿越那会儿 用起弓体忽悠肺印环 这十多年来 肺印环在起弓体的基础上 搞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书法 严格遵循黄金比例 虽然有人喜欢 但喷的人更多 肺体还有个亚称是肺体 初学者习练肺体能把自己给血肺 近两年 肺体能够受追捧 多半是借了国葬的身份 由志半下午 两人结伴下山 赵汉回去办公 柳如氏则到汉林院继续编字典 这套字典 还有拼音 估计明年春天方能父子印刷 回到办公室 奏章已有一大堆 旁边还放着几部书稿 这是什么 赵汉指着书稿问 护曹适中回答 回禀陛下 皆为疫病医书 山东上半年爆发瘟疫 赵汉立即调集各地明医 前往地盘边界地区 专门给辖地内的百姓 还有那些偷偷越界的百姓治病 控制好自己的地盘之后 一些医生 甚至主动前往山东疫区 赵汉翻开第一本医书稿件 名为《瘟疫论》 作者吴有幸 自幼可 赵汉对中医毫无了解 不晓得此君是瘟疫学派的开山鼻祖 历史上 江南大鸡 尸骸遍地 终于在江南酿成瘟疫 瘟疫爆发 一向百于家 无一家幸免 一门数十口 无一口幸存 无又可是在江南治疗瘟疫 总结出一套瘟疫论 他认为瘟疫是由力气引起 可以通过口鼻传染 并且发病于布表布里的魔原处 传统治理表里的药物很难发生作用 另外 无又可自行发明了口罩 用卷布在开水煮沸之后 发给医生和百姓 出门的时候必须佩戴 无又可的利气论 最初遭到许多名医反对 但治病效果非常显著 带兵驻扎在那边的费如鹤和张铁牛 已经下令推广 并拨给无又可大量军医做学生 在看国几份相关奏章之后 赵汉立即诸批下令 任命无又可为江苏 安徽 河南 山东四省防疫总医官 疫情期间 各地官府 军队 医生 必须全力配合无又可的工作 同时 勒令换用改进版的口罩 所谓改进版口罩 就是后世的棉花口罩 在收到疫情消息的时候 赵汉就让人制作 结果大部分人没当回事 甚至医生们拿到了都不用 无又可竟然没收到棉花口罩 只能自行发明出卷布口罩 除了无又可之外 明末清出好几位名医 如今都在赵汉的治下 但他们擅长的领域各有不同 跟随王条顶一起南下的富山 这位属于富科胜手 李忠子则专注于内科 同时对天花比较在行 如今正在苏北治疗天花 李忠子根据最近半年的临床经验 写了一本斗诊杂论小册子 一并送来给赵汉过目 请求赵汉全面推广人斗接种 赵汉提笔批示道 是否可中牛斗 历史上 中国大力推广人斗法 是在康熙做皇帝的时候 然后 世界各国纷纷效仿 并且传播到西亚 欧洲和美洲 牛斗法 就是英国医生 借鉴中国的人斗法而改良 成功率因此大大提升 被钱千亿称为圣医的玉昌 现在还是个普通医生 这位先生本来姓朱 是老朱家的宗室子弟 崇祯初年 去北京国子建读书 经常上书义室 却仍威严轻 郁郁不得志 干脆回到江西老家 赵汉攻占南昌之时 玉昌害怕受到牵连 便跑去出家当和尚 结果 赵汉没有为难普通宗室 还给普通宗室分发土地 偏偏是改名幻姓当和尚的玉昌 被查出非法出家 扔去造隔山紫阳医学院学习医术 一代名医 还是走上了学医治病的老路 与玉昌齐名的张禄 却选择了仕途 如今正在做福建安息之县 迅速处理完护部的奏章 赵汉又拿起兵部奏章 第一份奏章就极具冲击力 伪亲皇帝黄台极已死 事实上 黄台极已经死了两个月 赵汉直到此时终于收到消息 北京 红成仇坐在轿子里 对外面的喧闹呼喊声充耳不闻 他不敢听 也不忍看 黄台极入关之后 接受了红成仇的建议 善待前明大臣 善待世身百姓 清瑶伯父 免除科役 竟交那些土地 只没收大明熏贵的田产 一时间 世身归心 百姓顺服 红成仇对此非常得意 认为自己拯救万民 虽然私得有亏 但也持有大意 至于崇祯 那是李自成逼死的 自己是在大明覆灭之后将亲 不算二臣 可现在的满清局势 已经不是红成仇能控制的了 黄台极染病而死 满清贵族开始内斗 豪格与多尔滚争位不定 相对弱势的多尔滚 提议雍丽三岁的弗林为帝 这个建议 获得大约尔和基尔哈朗的积极响应 还获得许多蒙古贵族的支持 局面瞬间扭转 豪格独目难知 只能放弃继承地位 为了巩固自己的摄政地位 多尔滚再次建议 第一 驱逐北京内城的汉人 内城改名为满城 只允许八旗子弟居住 第二 跑马圈地 京畿田产 八旗贵族可以随意圈战 这两条彻底推翻黄台籍生前的政策 尸骨未寒的黄台籍 估计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但是 满清贵族们对此热烈拥戴 多尔滚彻底稳固自己的摄政大权 就连红城仇这种汉族大臣 都得收拾家当 立即滚出北京内城 饶命 君爷饶命 啊 爹 娘 救命啊 到处是呼喊声 到处是惨叫声 听得红城仇连忙闭上眼睛 将汉人驱离内城 可不只是驱赶那么简单 还伴随着打杀淫略 有人家里的漂亮女儿 被满清贵族光天化日之下抢走 有人想带走地窖里的银子 不但银子没带走 房子被霸占 而且往往还遭到杀戮 在满清贵族看来 反正北京粮食不够 这些城市居民又不能种地 多死一些正好可以节约粮食 哒哒哒 一阵马蹄声响起 有满清观察沿街大喊 尸体堆起来烧了 谨防大疫 尸体堆起来烧了 谨防大疫 瘟疫早已蔓延到北京 驱离内城汉人 也是为了减少人口 减缓瘟疫传播的速度 老爷 到了 加努喊道 红成愁下轿走进新的宅邸 这是多儿滚赏赐给他的 走在院子里 红成愁发现多处血迹 这些血迹只用水随便冲洗 根本就没有擦干净 裹着灰尘已经凝固为黑色 满人占据内城 汉人大臣驻外城 至于外城那些房屋的原主人 但凡是有大宅子的 几乎都没什么好下场 无非驱逐杀戮 把房子腾出来 赏给红成愁这样的官员居住 不多时 加努又跑过来说 老爷 家里的井水怕是喝不得 有人投井 都已经发臭了 买水喝吧 红成愁叹息 外城门口 还有其人在挑选轻壮 身强力壮的 姿色上家的 被挑去做加努和丫鬟 这些基本是八旗小贵族 小军官 他们刚在内城分道宅子 还缺用人使唤 被赶出内城的无家可归者 想要活命 就随便他们挑 不用给工资 赏口饭就可以 京郊附近的跑马圈地已经开始 大量士绅被驱逐离家 百姓留下来给满清贵族做农奴 一个士绅家庭 托家带口 想要逃去南方避难 一队满清骑兵冲来 这些家伙 正准备跑马圈地 见士绅搬家食材货颇多 顿时眼红起来 军官大喊 这些都是南边来的奸细 男的 老的 小的 全部杀了 饿狼般的满清骑兵 兴奋冲杀过去 他们杀死老人 男人和小孩 掠走年轻女子 掠走士绅的财货